欢迎大家又来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现在讲西方现代的人民主义思想 之前上一次讲过关于西方现代的人民主义思想的其中一些问题 然后尝试提出一些不同的答案 提出一些问题,以及在思想家里面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答案 之前讲过很多关于人民主义思想的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大约简单讲问题和不同的答案 不过不能有一个很统一的答案 因为这些问题最主要是来自西方文化 有西方文化思想的背景 如果真的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一定要顺着西方文化思想的发展 加以疏度分析 才能慢慢看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所以这并不是很简单的问题 关于西方人民主义的说法 因为主要是讲西方文化思想 所以主要是西方思想家的责任 对于中国文化或中国人的思想来说 西方人民主义的问题 其实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在中国文化思想里面 其实在中国文化思想里面 这些观念是没有那么糾纏 所以在中国文化思想里面 这些问题很多时候都不会构成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暂时 现在我们试试一下 用中国传统思想的标准来看这些问题 我们就会发现 这些问题很多时候 都不是成为真正的问题 而且就算问题也好 都很容易解决 之前讲过很多问题 十几个问题那么多 好像很多 这样 当我们讲人民主义 讲到有十几个问题那么多 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人民主义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先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完这些问题 才可以讲到以后的文化思想呢 也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试试看唐君毅先生的说法是怎么样 这样 唐先生就尝试用这个快刀斩暖麻的方式 一个独断的语气的方式 来做一个总结 尝试为西方的现代人民主义做一个总结 接着就会对其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做一个答复 其实唐先生在不同的书里面 都有讲到这个问题 他不止一次讲到 不同的书里面都有讲到 其实现在西方现代人民主义的问题这么多 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西方人民主义 没有一个本源上的健康传统 而在西方传统学术文化里面 很多时候都是偏向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希腊传统 我看回西方文化传统 西方文化传统里面 这个传统的讲法 就是以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希腊传统 就是以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希腊传统 这样就发展到中古的思想 所以基本上主要是这两个传统 这两个传统 这两个传统基本上是一个对立的传统 这个崇尚个体自由的希腊传统 和崇尚法制组织的罗马传统 这又是另一个对立 就是希腊传统和罗马传统有一个对立 所以这里有两个对立 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的一个对立 希腊传统和罗马传统有一个对立 这两个对立就令西方传统人民主义思想 陷入了一个上帝和自然的夹缝之中 这样变成了上帝和自然有一个对立 这个是上帝和自然变成一个对立 另外就是宗教和科学 又是这个对立 另外就是罗马 我看到罗马和希腊传统 是一个法制组织和个人自由的对立 所以变成西方人民主义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发展 主要变成一个礼仪 历史知识 文学 技术 艺术 里面不断作出追求 就算是只能够在人类文化这几个方面立根 都未能够在人类文化全体人性人存在的本质上立根 即是说西方人民主义的发展 在礼仪、历史知识、技术等等方面 一直都有发展 不过在人类文化全体人性人存在的本质方面 而这几个方面的基础 就说得未够好 这样 对于人的本质的问题 这个呢 就呢 就出现这个 根基 那个基础 就出现问题了 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 我们看到这个 例如说说说人的本质 说人的本质 西方的宗教 就有答案 讲人的本质 西方的宗教有答案 这个有预定的答案 人的本质呢 就是仿效上帝的形象创造 后来再讲人的本质 除了仿效上帝的形象创造之外 还有原罪 因为他不能等于上帝 还有原罪 这样 你要讲到人有原罪的话 作为一个人民主义者 我们着重讲人的时候 人民主义 你要在人的原罪上面 做一个基础来说 这样好像很困难 这个 我们说很尊重个人 或者很尊重人 很着重人的存在 着重人的本质 但是人的本质就是原罪 这样 如何讲到一套人民主义 这个可能有些困难 在西方的宗教里面 自然主义 很难避免将人密化 很难避免将人密化 结果人就成为自然物 人是自然物之一 自然物有很多 其中一种是人 好了 所以 如果我们根据人民主义来说 或者用西方自然主义的方式来说 人民主义 如果建基在自然主义之上 变成人也是自然物之一 也是很难建立人的观念 结果 要将人民主义的基础 建基在人是自然物 这样的概念上 又是很困难 所以这个 在宗教 这个 宗教思想 即将人民主义 建基在宗教思想方面 说人有原罪 这样来说人民主义 我们看到有困难 将人民主义 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 说人是自然物之一 这种说法也有困难 好了 理性主义 行不行呢 西方近代理性主义 就是重视人的纯粹理性 照计都很重要 这个相当好 重视人的理性 而这个理性活动 就只是看一个外在的对象 问题就是这样 这个理性活动 这个是看一个外在的对象 即是理性主义 所说的理性 它是一定要看一些外在的对象 即是一定要用理性 来分析一些外在的对象 所以就算是用理性来看回人自己 用理性来看回人自己 也要把人自己对象化 把人自己外在化 来看 才可以用理性来分析一个人是什么 所以这个 用理性主义的方式 用理性主义的方式 用理性来看回人 将人对象化 外在化这种方式 它是可以成就到一个不同 不同种类的科学 这个我们看到 现在是现代科学 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分析人 形成很多不同的学科 这个可以形成就到科学 但不能够树立到人的主体性 或者自作主在性 所以这个 在18、19世纪以前 人民主义的最高表现都不是这些 都不可以在希腊的传统 希伯来传统 或者自然主义 理性主义 建立到一个很好的人民主义 所以这个人民主义的表现 比较好的 这个就要发展到18、19世纪之后 德国的新人民主义 或者浪漫主义传统 这样就不是讲理性 不是讲科学 就是讲这个 由这个艺术精神的体验 来讲一个 即自然即神的人的生命 这个就是比较能够 做一个西方文化里面 人民主义的其中一个代表 这个 所以这个 由19世纪至到现在 那个西方人民主义 那个发展 直到现在 这个 就是之前刚才讲过 之前的传统的讲法 传统的讲法 这个 无论是希腊 这个是中古的宗教 这个是自然主义 或者理性主义等等 这个都未能和人民主义 好好地结合 但是这个 我们发展到现在 19世纪至到现在 西方的人民主义 就是比较能够 和这个宗教 科学 哲学 有些结合 我们之前都讲过 这个 有些结合 这样也有这个宗教 和科学 着重的神 和这个自然的对立观念 这个滲入去 令到人民主义 要依傍于神 或者依傍于自然 即是说 讲人民主义的时候 这个 和这个科学 或者宗教 有所结合 有所结合 是什么意思 有所结合呢 即是说 讲人民主义 它也会加一些 宗教和科学的观念 进去 加一些宗教和科学的观念 进去 令到人民主义 变成 可能会发展成 依傍于神 因为它加了神的观念 进去 或者依傍于自然 因为它加了自然的观念 进去 但是之前我们也讲过 在西方的传统文化里 神和自然是一个对立 这个对立 又表现在人民主义里 所以西方 由希腊和罗马 传来的 个人和组织 是一个对立 之前讲过两个对立 一个就是 神和自然的对立 一个就是 希腊和罗马传统 个人和组织的对立 经过中世纪 这个个人和组织的对立 形态 令到现代的人民主义 成为着重社会组织 和着重个人的两个派别 所以这个对立 的发展 一直发展到现代的 人民主义的时候 因为人民主义 滲入了这个 传统的观念 下去的时候 跟着 出来的 在人民主义里面 亦都出现了 两派 一派就着重个人 一派就着重组织 变成这样 这个 所以 根据这个 这样的说法 这个我们可以 总括来说 现代西方人民主义 是有四个形态 之前讲过 西方文化传统的形态 不同 我们可以总结为四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 这个 就是这个 偏于宗教 着重集体的 教会组织 例如 天主教里面 新多玛斯派的 人民主义 这一派的人民主义 就是偏于宗教 着重集体 着重教会组织 这是新多玛斯派的 人民主义 第二个形态 也是偏于宗教 但是 着重个人自由形态 就是类似这个 东正教的 贝德叶夫的说法 第三个形态 就是这个 偏于科学 今次不是偏于宗教 而是偏于科学 偏于科学 认为人 是一个自然的存在 物质的存在 但是 还是人的集体组织 这一个形态 就是 孔德 贝尔巴哈 这些 说法的形态 后来 贝尔巴哈的说法 发展出来 就是后来的 马列主义 就变成一个 着重自然存在 着重组织 的 一个 说法 第四个形态 就是 偏重 也是偏重科学 我们看到 这四个形态 两个是偏重于宗教 两个是偏重于科学 人是由自然进化而来的 就比较着重个人的 个体自由 就是偏重科学 但这不是着重集体组织 这个就比较着重人的个体自由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比较多的 一般英美的人民主义 或者自由主义 的说法 就是偏重科学 又着重个人自由 例如 这个就是 罗素 杜威 桑他耶娜 等等 这些智学家 都的说法 就是偏向这种 自由主义的人民主义 好了 这个 我们看到 这个 跟着我们之前也说过 这个 这个 人民主义 发展到现代 和哲学 结合得最深的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所谓存在主义 就是这个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的人民主义的根本特色 原本就是着重人自身 认为人 既不是属于上帝系统 也不是属于自然系统 着重人 存在主义的人民主义 原本就是着重人 着重人 不属于上帝 又不属于自然 这个说法 就是可以 逃出西方 宗教和科学 神和自然 对立的传统 之前也说过 这个是在西方文化传统里面 宗教和科学的对立 神和自然的对立 这是一个老传统 现在存在主义 能够说到人 是不属于上帝系统 又不属于自然系统 令到人可以 逃出这个宗教和科学的对立 逃出这个神和自然的对立的传统 这样 由这里开始 人的思想 就开始出现了 接着 这个存在主义 讲人的存在性 讲人的存在性 着重人的具体 个体 着重人的具体 个体 这个就是存在主义的说法 但是 他也不是完全跟社会的集体 对立 也不是完全跟社会的集体对立 这个 因为存在主义 讲那个具体的个人 是就着人 存在的事实 来加以照明展示 而不是看他那个个人 和这个集体的对抗性 这个 他就是很着重讲个人 或者是着重讲具体的个人 这个 不着重讲这个社会集体 不过 他也不是 这个 要 看个人和集体的对抗性 不是从那里开始讲 他只是 就着人一个存在的事实 加以照明展示 这里来说 所以 存在主义 讲个人自由 有这个由社会 束缚里面解脱出来的意思 有这种意思 因为他说个人自由 存在主义 说个人自由 所以 他是有这个 由社会束缚里面解脱出来的意思 这个 不过他不单止有这种意思 他另外也有这个 说个人自由 是由个人的过去习惯 观念里面解脱出来的意思 这个 一个人能够由过去的习惯 观念里面解脱出来 创造出一个新的 个人的真实存在 这样的意思 这样 所以这个 存在主义 这个 讲人的存在的意向 讲人的存在的意向 它是超越一般的个人 也超越了一般所谓的社会组织 超越了个人和社会的对立的说法 这个 超越了个人和社会对立的说法 来说 所以 存在主义者 的说法 就想 说 这个人 既不是属于上帝 又不是属于自然 这个 所谓的 向外不求人 向内又不奴役自己 人就变成不着四边 所以结果 最后体验到一个无的结果 一个无的结果 这个 令人觉得 自觉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主体 这种体验到无的意思 其实 就不是完全 中国人老子所说的无的意思 就是一个 他的意思 只是不着四边 体验到一个绝对自由 自觉到一个绝对自由的主体 但是这个主体 这个是不着四边 四固无依 但是 就变成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又很难安于本位 这样 这样 对这个无 这个体验 又感觉到有一种暴律感 人很多时候 在这个境况下 遇到这个暴律感 又要离开这个无 而进入有 无进入有 或者深入自己的内部 如何进入有呢 这里就很难详细讲 另一种方式 比较容易讲些 就是 依靠神 这个 当你产生到一种暴律感的时候 你又走回去 依靠神 崇尚宗教的生活 这样 就变成一种 宗教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 跟宗教有所结合 就是这里 例如马赛2 但是如果你不是 崇尚宗教 你不依靠神 这个 这种 就变成 可能这种存在主义的说法 就会变成 崇尚个人的绝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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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 不会制裁自然情欲 变成追求放任 这种说法 变成一种追求绝对自由 连自然情欲也是自由 这样 这种说法 譬如 存在主义者 譬如沙特 会有这样的说法 另外 就是 一切归于实有 以实有的概念 统括上帝 和一切自然 这是比较自学的说法 归于实有的概念 这是凯德格的说法 这些存在主义者 有不同的说法 在不同的说法 来尝试去解决 人的不着四边 四顾无依 不属于上帝 不属于自然的时候 无暴力感 如何去解决 这些问题 有不同的说法 这些都是 对于人的存在 或者人的自由 问题 如何解决 这个方法 其实这些问题 或者这些观念 都是西方文化传统里面的 老问题 老观念 之前说过 这些很多时候 都是由希腊 罗马 到中古 文化思想 对立 一直发展出来 现在就透过存在主义 说虚无的情况 再次展现出来 在宗教思想里面 上帝和人是对立的 人 又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人 又或者是个人 不一定是教会里面 就是普通的个人 如何面对上帝 这样就变成上帝和人的对立 所以这个 有不经过 教会团体 不能够到达上帝的思想 出现 这个教会和个人的 关系 为什么说这个 教会和人是对立呢 这个呢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不经过一个教会团体 人去不了上帝那里 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是宗教思想里面 另外呢 又出现这个 所谓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就不是了 这样就 不是一定要经过教会团体 而是个人可以直接去到上帝那里的 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思想 一定要经过教会团体 或者神秘主义的个人 可以自己去到上帝那里的思想 这两者的分别 表面上是基督教思想内部的分别 但其实呢 这个分别就是希腊传统和罗马传统 这种分别注入基督教之后的结果 之前我们说过 这个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对立 这个个人和集体的对立 就是希腊和罗马文化传统的观念的对立 好了 这样就进入基督教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 一定要经教会团体 或者这个神秘主义 个人直接去上帝那样的争论 这个 好了 人对自然知识的看法是怎样呢? 就是 人在求知识的时候 人的心 就会苦咒自然 对自然开朗 这个 这个就是客观主义的自然观 这个 知识 只是显示实在 如果以为自然 是隶属于人心 就是主观主义的自然观 这个主观主义的自然观 这个主观主义的自然观 和客观主义的自然观 就不同了 刚才刚刚说过 所谓客观主义的自然观 人心面对自然 而知识 只是显示实在 但是这个主观主义的自然观 人自然是隶属于人心 认为知识 同时也是构造实在 不只是显示实在 这个知识同时是构造实在 是制造人所知的自然 所以这个 讲科学知识也好 讲自然知识也好 都有所谓客观主义 和主观主义 这些不同观念的对立 很多时候就有这样的分别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 在西方文化传统里面 有这些不同的对立 就是比如 神和自然的对立 或者和人的对立 人和自己的对立 虚无和实有的对立 主观和客观的对立 有这些不同的对立 这几种对立 基本上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 西方文化传统里面 这些观念的对立 应该如何解决 我们可以用中国文化的对立 和思想的方式来看看这些对立 如何解决 我们下次可以再和大家 讲一下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